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镇 我一出来 还不将火壁去 可笑 平民也配指使我 哼 别说没给过你机会 之前分明是自己躲躲藏藏不肯出来 怨得了别人 你才鬼鬼祟祟 使些见不得人的伎俩 放火烧山 还有理不成 明镇 你若奉命下山捉拿 只管冲我一人来 不必牵连其他 师兄 我看他说的也有道理 不如我们把离火之阵撤 闭嘴 你是师兄还是我是师兄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百里屠苏 想把火灭了 龙燕 来 比上一场 让我看看林月大师兄 慧莫如深的师弟到底有什么天大本事 哼 在门派里连和同门比剑都不敢 不过是个废物 挂着直剑长老徒儿的名头 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讲图苏哥哥 苏苏不是你说的那样 这混蛋 哪里是修仙门派的弟子 根本比地痞无赖还不如 怕是在山上道貌黯然 道德山下 无人管束 便德行尽尸 实在丢尽师门颜面 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 跟个废物混在一起 竟然还敢一说天庸城 邪化休提 灵端 你要站 便来站 没有忘记自己承诺之事 哈哈哈哈 好 好得很 且看我今日怎么教训你这废物 你败了 灭火 太厉害了 根本 根本不是对手 这 必是执剑长老的徒儿 百里图苏 做梦去吧 我灵端为何要听从于你 就凭你莫名得了执剑长老赏识 被收入门下 真不知他如何鬼迷心呛 住口 难敢侮辱师尊 你这怪物 当年用什么妖法打伤大师兄 如今又和妖物混迹一同 早该被逐出门墙才是 图苏哥哥 火越来越大了 灵端 我说最后一遍 快快撤去灵火之阵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那就自己灭呀 我看你如何显身通 连我师父戒律长老的灵火之阵 都能破解 若不然 跪下来好好求我也行 念在同门异常 总不知太过绝情 林顿师兄 林顿 我要逼我 你 你 怪物 果然是只怪物 启 acknowledging 这的老白 是迦主的 谁 города 衛原 大西大商 又有语 h 我 Air 醉 你们 香港 hierarch languages 都是 他 compassion уж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尊 弟子拜见师尊 苏苏的师父 他好厉害啊 一下子就把火全灭了 这就是屠苏哥哥说过的仙人师父吧 拜 拜见执剑长老 多谢长老救命之恩 红玉 恭迎主人驾临 红玉姐 何以私自离山 不识轻重 远离昆仑清气 凶煞难逆 若为师方才不及赶到 莫非你真要令同门血剑当场 弟子知错 师尊 先体抱恙 如何能在此时出关 福渠担心于你 闯入闭关之地 师妹的 若非福渠来寻 为师尚不知事已至此 弟子不孝 令师尊费心 为之师尊 无妨 眼眉所伤 已无大碍 此间势必 你肃予我返回昆仑山 尚有牵挂 我师尊明鉴 弟子并未谋害赵林师弟 此事不必多言 你心性如何 为师自知 如今且回天庸城静养 将你凶煞之气吻下 启离师尊 弟子已决定 不再回天庸城 百里公子 将你方才所言 再说一遍 弟子已决定 不再回昆仑山天庸城 故要与师尊明眼 弟子绝无犯下 杀害同门之罪 你可知 自己所言何意 下山一趟 便觉再无顾忌 不返昆仑 身中煞气如何一致 将性命 视同儿戏 若回天庸城 又能如何 封印解开 三日后 弟子便魂飞魄散 封印不解 弟子于门派中苟延残喘 直至迷失心智 便为疯狂 苏苏 什么 什么封印 屠苏哥哥 魂飞魄散 从何得知 封印一事 天庸城除剑术以外 尚且精通解封之术 师尊如此神通 必是早已知晓 我身怀封印 无怪乎 偶尔流露欲言又止之色 只是怕弟子难过 从未提及 弟子明白 师尊望弟子摒弃杂念 于昆仑山中静心清修 即便无法全然意志凶杀 至少可多活三年五载 然而下山以后 弟子方知 一个人活着 原本 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做 结交朋友 行下助人 哪怕只是踏遍万里河山 心胸开阔 也好过为苟活 安于一世 弟子已不在乎 能够活得长久 只求按自己心意去做 自己心意 那么当你体内凶煞 再也无法抑制之时 又该如何 在那一天到来以前 弟子将前往渤海之洞的归须 那个无底深渊之中 感觉不到任何事物 光阴流逝 天地变迁 什么都不会有 只于下永恒黑暗的禁锢 结实 哪怕凶杀之力将弟子化为狂魔 你不必担心祸害人间 木头脸 你 你到底在说什么 怎么弄得像交代后世一样 胡闹 年纪小小 懂得如何叫做随心而活 如今任性妄为 他人便不会后悔 天庸城 乃天下轻器所中之地 却有解封之法 但又岂会不顾你性命 强行侍卫 在此胡言乱语 昏猛之计 还不与我回去 望师尊恕罪 弟子心意已决 当日为师一念相救 便是令你如此轻贱自己性命 今日 可由不得你 主人 以师尊之能 哥将弟子带回昆仑 弟子定然不敌 然心中不会甘愿 师尊已成仙身 想必看得更是通透 世间生灵 终难逃一死 弟子再也不敢奢望 改变什么结果 只求亲手选择怎样去活 他日欲试 亦不言悔 不言悔 有人数数过百 就未必何乐满足 有人一生不过短短十载二十载 或许也能做到许多轰轰烈烈之事 弟子此生成就不了 惊天伟业 光耀师门 亦不知何时即将前往归须 然而在此之前 弟子也还有许多事情 想要去做 此心此念 绝非倾鉴性命 恳请师尊成全 你 当真想清楚了 为师 曾有一位挚友 亦是无论如何 都要以自己心意而破 不论经历百折千母 世间种种挫折苦难 仍然一往无前 从未延回 也不在意结果如何 你的性子 分明与他并不相同 这处 却颇为相似 也罢 清修多年 或许真正亏不破的 反倒是我 你若执意如此 便顺机缘 行事去吧 多谢师尊 但你可知 既不愿回天庸城 便不能再以我 天庸弟子自居 今日 只得将你逐出门墙 弟子明白 师门数年养育之情 如今生命附近 皆是弟子过错 无甚对错 既已想清楚了 从这一刻起 百里屠苏 不再是天庸城门下 苏苏 苏苏 此剑谱所在 乃是我一生剑术之大成 并非天庸无学 你天赋无双 使不该就此埋没 且收下自行钻研 但亦不可造尽而为 除剑长老 怎能 怎能 师尊 我 你我 已非师徒 不必如此相承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弟子对师尊静默之心 永远不变 你命途多船 即便想要放下一切 随心而活 恐日后仍有变数 倘若有朝一日 以你体内凶煞之力 与超凡剑术为恶 获其苍生 我必亲手 将你斩于剑下 弟子申明 谢师尊大恩 灵端 弟子 弟子在 而等奉掌门之命下山 只为捉拿百里图苏一人 却为和纵祸分山 罔顾生灵 丧德之志 长老息怒 长老息怒 长 长老明察 全是那百里图苏的 住口 犯下如此大过 必当严惩 与我回天庸城 听后发落 长老恕罪 长老恕罪 回山 主人 你且留下 照看百里图苏 是 弟子 恭送师尊 这 这到底怎么了 木头连 有什么要命的封印 红玉姐 你 认识苏苏苏的师父 他是我的主人 我是他的剑灵 这可真稀罕 了不得 听说只有太古时代的明剑 才有可能化出剑灵 到了后世 那种铸造之法就失传了 难怪苏苏以前就说 红玉姐身上有一种凛然之气 昆仑山天庸城的紫印真人 剑术绝伦 爱剑成痴 其天下明剑竖饼 其中一对双剑 即为古剑 红玉 那 红玉姐姐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图苏哥哥的吗 当年公子出至天庸城 我曾远远见过 但他并不知我存在 主人吩咐 他的第二个弟子百里图苏 命图坎坷 日后若有万一 我需随行护手 苏苏的师父 对他真好呀 平日另有剑灵古君 侍奉主人左右 若无他事 我亦沉睡无时 直至公子善离昆仑 古君将我唤醒 一路去寻公子行迹 原来真的不是女妖怪 我早就觉得奇怪 怎么一点都不怕我的佛珠 不过 看你刚才那副端庄严肃的模样 还真不习惯 你那么怕木头脸的师父 苏苏苏 说的那些 此刻 莫去打搅公子了 嗯 夏琳要去找容爷爷 幸好 幸好屠宿哥哥的师父 把大火灭掉了 我们都跟你一起去吧 怎么会这样呢 昨天夜里 屠宿哥哥和大家 讲了那个封印的事 杨林听了 心里面 真的好难过好难过 天底下那么大 或许 还有其他法子吧 瞧木头脸 自己倒是一副 看开了的模样 但旁边人 哪能好受 我们一定 一定要想办法 帮帮图属哥哥 那当然 总不能让他 真的去那什么闺序 不过 这种事一时没个头绪 连他那厉害师父 都解决不了 女妖怪也 不 红玉也算见多识广了 一样为难 唉 眼下先想想好的吧 容爷爷安然无恙 你该开心一点才对 嗯 爷爷不是说 还好那个时候火被灭掉 再烧下去 紫荣林可要救不回来了 可是 爷爷为了保护林子里的草木 用掉太多灵力 得精进休养一段日子 屠苏哥哥也很难过的 说都是因为他才连累了紫荣林 关他什么事 要怪也怪那混账灵端 是啊 那个人是大坏蛋 很坏很坏 答应了的还不算数 我看木头脸的师父挺严厉 最好回去天庸城以后 那些人通通被严惩 那才叫大快人心 可惜 怎样我们也看不到 最近发生的事都这么闷 真烦 不如 你们跟我回晴川德了 去我家做客吧 那风景也美 看了让人心情好 男生的家 可是 你不是逃出来的吗 我 我 没 其实我 我有些想家了 说起来也挺不好意思 但是 见到木头脸和他娘 还有 听荣爺爺说起你爹娘的事情 我 变得很瞧不起自己 太不懂得西服了 父母 父母健在 不需要多挂心 虽然他们不太管我 其他姐姐也各忙各的 可至少有二姐一直照顾我 他脾气大了些 对我却真的很好 记得小时候 娘陪我不多 总是二姐在身边 为我吃饭 哄我睡觉 自到她学了女工 我穿的每件衣服 都是她亲手缝的 在我心里 非常清楚 二姐比任何人都要疼我 正是因为这样 才敢做一些 任性妄为的事情的 反正到最后 她都会原谅我的 想一想 实在太不应该了 天灵 好羡慕蓝生 有这样一个姐姐啊 孙家那门亲事 我要真不愿意 好好跟二姐说 她肯定会明白的 最重要的是 出来这么久 忽然 忽然很想见她一面 这样 那我们就去蓝生家好了 正好也让图苏哥哥 散散心 嗯 我去找其他人说 香菱也一起 邀我们到侯二家做客 我说 今儿个怎么长胆了 就不怕被人捆去拜堂啊 那是 总躲着也不是办法 再说 木头连不想去各处走走吗 秦川我瞧着挺美 上回匆匆忙忙的 肯定没仔细看 我 猴儿 不会是想家了吧 我 想 想 想家 想家又有什么错 自然是没错 可见猴儿真的长大了 也懂事了 独苏哥哥你说呢 这样好不好啊 季决定四处走走看看 去哪里都是不错 多谢盛情 别客气 那就这么定了 等下就走 恩公 我看 我就不同你们一道了吧 尹大哥 有别的事吗 事情们 倒也没有 没有就一起去吧 大家聚在一块也不容易 这么分开了 感觉好可惜啊 对啊 你这臭酒鬼 虽然不讨人喜欢 不过我家地方够大 多一个人也住得下 猴儿又在口是心扉 明明也想人家去 这样啊 既然秦雪妹子和方小公子都开口了 那我去尝尝当地美酒也挺好 这天底下可没有不卖酒的针子吧 果然又是酒 你瞧着 本少爷大方的很 到了那边 请你喝个痛快 那就多谢了 哦 江南水香 挺不错 挺不错 奇怪 怎么觉得街上人少些 以往这时候 该更热闹才是啊 那个人的打扮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天天天天天仙肥婆 芳兰生 你这小兔崽子可算回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偏偏就撞出这肥婆 好歹让我先回家找过二姐吧 猴儿可是自己讲的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既然遇上了 我看就好好说个明白吧 那 哪能明白 看那肥婆的样子 根本就是要把我生腾活剥了呀 兔崽子 沙浅倒得负心汉 良心被狗吃了 说 前些日子死去哪里 我 我 我什么我呀 看着就来气 小姐之前大病一场 吐槽的还敢在外逍遥 走 乖乖跟老娘去孙家探访小姐 什么 孙家 现在就去 还敢废话 要想逃 老娘就打断你的狗腿 叫满大街都晓得 你这兔崽子 是个使乱中气的复兴汉 别别别别 你别让让 使乱中气 这都从何说起啊 放小公子 果然不同凡响 这 好厉害 男生干嘛随他骂 都不骂回去 兔崽子过来 难不成要老娘亲手逮人 嗯 嗯 我 不会逃的 孙家 去就去 不过 能不能让我先回家一趟 脏屁 当老娘去三岁孩儿来骗 回方家 谁知道转眼要留去哪里 就没见过你这样的 为了逃婚 啥事都做 简直狼心狗肺 不是个东西 你别喊了 别喊了 我现在跟你去就是 哼 动作困 那个 本想请你们去我家安顿下来 可眼下这样 诶 猴儿若有大事 我们先去客栈落脚也没什么 蓝生 别担心 要是 要是能称之机会 和那什么小姐讲清楚 也挺好 香菱 你相信我 我去了 到时候来客栈找你们 兔子的磨磨蹭蹭个什么价 还不快滚过来 来了来了 蓝生他 真的不会有事吗 他那么呆 万一被人欺负怎么办 有事啊 别人也帮不上 什么婚约 亲事 总得猴儿资格解决才行 我们就先别操心了 若是到了夜里 还不见他回来 再让孙家瞧瞧去 小姐就在那边 兔崽子 自己过去 过去 我 我又不认识他 要说什么 你 真没见过我家小姐 要说见过 也就绣楼那一回吧 又没说上话 更不知道他长啥样 和陌生人没两样 怎么成亲 亏你们还能瞎起哄 看什么看 我哪里说错了 这种事又不是儿戏 你不情愿 老年更巴不得你的兔崽子 滚出孙家 一辈子也别踏进来 可小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 说什么 他 自打兔崽子逃了 我们找方家要人也要不到 老爷气坏了 想把这门亲室退掉 谁知小姐偏偏不让 他长这么大 还从没和老爷腻着 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 老爷夫人疼女儿 只好把这事先割下 这 怎么可能 你们小姐会不会认错人了 要是认错了倒好办 我等一下就去和他讲明白 放屁 凭你这兔崽子 能被我家小姐相助 全当走了狗运 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还推散祖司啊 老娘告诉你 等一下 要该惹的小姐不快活 可没你好果子吃 你 你怎么完全不讲道理 跟兔崽子讲什么道理 浪费老娘口水 还不快去 老娘在这边树好看着 敢耍滑头 给我小心着点 不是吧 要真被那什么天仙般的 孙小姐惦记上 我 我这后半辈子还有太平吗 管他 一副难关万副莫开 下入相逢有者胜 堂堂男子汉 怎可能怕一个女的 今天拼着口气 也要把话跟孙家小姐说清楚 一 孙小姐 封公子 赫 赫 文君 文君 我长得 像是公子认识的人 我 听说 先前你病了 现在 现在有没有好些 你无大碍了 公子 何时回来秦川的呢 今天才 今天 是不是遇上了奶娘 她一定要你来孙家 对不住了 奶娘很疼我 人也很好 就是脾气极了些 自公子上回离开秦川 她时不时去街上 或方家看看 大概想着 你能回来 连出门给我抓药 都特别留意这事 我 替她向公子道歉 没 不用 不用 谢谢公子 又咳嗽了 你的病 只是着凉伤风 我身子弱 时常也这样 算不上什么大事 关心前些日子 秦川那场疫病 倒是给逃过了 疫病 怎么回事 公子不知吗 大约 二十多天前 忽而有许多人 相继发热病倒 那时 我也正病着 爹和娘都吓坏了 请了几位大夫过来看 后来说是 和其他人病症不同 没什么大碍 这几日 总算好些 下床走动走动 听奶娘讲 镇上 也借鉴平静下来 已经没有人再发热了 可惜 之前还是有病人熬不过 难怪街上的人 看着少了很多 我 我刚从外地回来 不想得方家 倒是没有传出什么消息 公子等一下 就回去看看吧 你 身体不舒服的话 回风歇着比较好 外面有风 不打紧的 大夫 也让我都出来 透透气呢 哦 我 我 一直想知道 知道什么 公子 不愿意 承这门 今世 莫不是听闻坊间传言 说孙家女儿体弱多病 没没没 哪来什么传言 我可一点都没听过 我 爹爹曾经请来 一位厉害的先生 给我批命 先生所言十分玄妙 他说 我上辈子死后 投胎时 已少去了一魂一魄 这一世 才会天生体弱 一魂 一魄 果然 果然 神鬼之说 令公子吃惊了 你们读书人 向来都是尽鬼神而远之的吧 是我冒昧 不过 先生也说了 我并非命短福薄之相 反而会成命百岁 儿孙满堂 爹爹听后 狠视开怀 就不再整天忧心忡忡了 生病 什么 生病一定很痛苦吧 我偶尔得个小病 都会觉得难受得要死 还躲着不肯吃药 何况是 身体不好的人 听说 总得喝那种特别苦的汤药 也不能出远门 公子 你心地真好 其实 我并非十分相信拼命之说 但只要爹娘他们可以安心 我也就高兴了 家里人 总怕我有个什么闪失 吃的用的 全要背上最好 孙家 虽不算富贵至极 却也能供我此生 衣食无忧 比起大冤外眠 那些靠自己双手辛劳养家的人 我 又算得了什么 应该自残行贿才是 哪里还敢有怨对和不满 公子和从前一样 半点都没有变呢 从前 你 你见过我 是说上辈子那时 上辈子 公子也会相信 前生今世这样的事情吗 我说的 却没那么飘渺 小时候 有一回 孙叔带上我去街上玩 走到河边 见几个孩子欺负一只小狗 那只狗 脏兮兮的 瞧着有些吓人 旁边的人 都不肯上去帮他 我正想请孙叔 把狗儿救下来 一个男孩子 就从人堆里冲了上去 打破其他小孩 救走了小狗 在那一刻 我 我觉得那个男孩子 真是威风凛凛 有勇气 去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后来听人说 他便是方家的小公子 你 你说的是赖皮啊 我把他带回家去 和二姐一起养他 养得肥肥胖胖 每天得吃上两大块肉 不过赖皮 很温顺的 搞不懂那些小孩 干嘛欺负他 公子从小 就这般良善 尽管也是过去 很久的一桩小事 我却 却一直记在心里 不曾忘记 我的性子 可能柔弱了些 不喜欢去争什么 听从父母之命 据说 在即使抛袖球招亲 能带来喜气 也就觉得缘分天定 寻个人过日子 相夫教子 这 并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 当我知道 接了绣球的人 是方家公子时 心里 心里 当真高兴极了 所以 所以即便听到公子 并不终于这门亲事 还离开了秦川 我也 也没有答应爹爹 退婚之时 公子 会不会觉得 我是一个厚颜无耻之人呢 怎么可能 你 孙小姐 你千万别这么想 对不起 我 其实我也明白 姻缘的事 勉强不来 可 我就是想 能和公子见上一面 把心里的话 说出来 这样 就算 就算到最后公子 还是 不想应成这门亲事 我也 不再强求了 我 公子若不 若不嫌弃 我 愿与公子举安其美 共度此生 孙小姐 你 我 我们 莫非 公子已经有了 情投意合之人 情投意合 湘宁他 也 也不算 我们没有 我 我 我明白了 险些一时任性 做了坏人姻缘之事 公子见谅 我 即刻与爹爹去说 退了 这门亲事 等 等等 不是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贺文君 真的是贺文君吗 他说 他说 上辈子投胎时 少了一魂一魄 那一魂一魄 是 是在清玉私南配里 为了进来 他 他才会变成这样 还说 还说什么 要去找贺文君的转世 结果 就在自家门口 绣球又偏偏砸到我身上 这算什么 真是 命吗 尚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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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信 尚爷 你果然在这儿 刚才有人来方家跟我讲 看到你和孙家那个 那个奶娘 一块走了 我就想着来这儿找你 正打算回去呢 你慌慌张张做什么 难道 难道二姐因为我逃跑的事太生气 要把我 哎 二小姐 要还能发脾气到好了 少爷 你不晓得吧 前阵子秦川提了场疫病 死了不少人 二小姐也不慎染上 就死 就死一病不起 什么 二姐她 看过几个大夫 都说治不好 我 我马上回家看她 二小姐 已经不在方家了 生这病能去哪里 该不会她 少爷莫及 是这样 那病 会过给别人 生病的 都得住在医馆里 不能和旁人同住 二小姐的性子 最是要强 生了病 也不许往外透风声 只有家里人知道 所以就在方家 聘了个小院 指她一人住 前几日 镇上来了些道士模样的人 自称修仙门派 清玉坛中的弟子 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清玉坛 清玉坛 少公 不是还在闭关 我去的时候他们都不让进 你 大概是其他弟子下山行医吧 少爷 没什么 你接着说 接着说 后来怎样 那几名道士在镇上留宿一日 四处看症 最后是说有办法治这个病 不过得去他们那儿才行 听说远在恒山 一开始我们都半信半疑 可病人吃下他们给的药 确实精神了些 眼瞅着其他大夫也束手无策 讲不好听的 再下去只能等死 有病人的底下和气了下 反正没法可想 不如就 就去恒山市上一试 可二小姐走后 我这心里总定不下来 那些道士又不让家里人跟去 只说病好了 自然会将他们送回来 我想少爷既然回了秦川 这事可得先告诉你 二姐 我 我要去青玉坛看望他 青玉坛 少爷知道那地方在哪 不是说修仙门派都神神秘秘的 怎么不知道 前阵子还在那住过 啊 一时讲不清 不多说了 对了 爹和娘他们呢 老爷他 少爷那时前脚刚离开秦川 老爷说要云游四方 去寻佛园 就出了远门 眼下不知怎么找他 夫人因二小姐病重 后来要离家去恒山那么远的地方 自然伤心难过的不得了 已经被四小姐接去苏州夫家照顾 说是不放心她待在这儿 姑爷更是糟糕 如今天天茶饭不思 还得强做镇定打理家中生意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恒山找二姐 看看她好些了没 虽然少公他们的医术肯定信得过 不过还是想快点见到二姐啊 少爷能找到小姐那是最好 假如她的病没什么事了 就把人接回来吧 大伙都担心着呢 还有镇上其他病人也 那是一定 冯夕你先回去 跟姐夫说别再担心 那些道士的确挺有本事 我去客厂找些朋友 然后就启程往清雨谈 是 少爷保重 竟有此事 我要快些赶去探望二姐 亲事什么的 都先放一边去 那当然了 来生一定是先看姐姐比较重要啊 清雨谈医术高超 肯定比秦川的大夫强多了 不过 总得亲眼见到二姐 才能放下心来 这大概就是关心择乱吧 不知为什么 老觉得有点心神不宁 是才我们也正听掌柜的在说 秦川疫病之灾 还未讲到清雨谈一劫 谁料那以后却是这样 我也与你一同走趟秋雨谈 香菱也要去 这 不太好吧 方家家事还劳烦别人 无妨 早先你们不也为我之事奔波许久 可觉人多不妥 科梦病人时 我们不进屋便是 没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啊 蓝生 别跟我们客气了 何况 有些时日未曾见到欧阳先生 不知他是否已经出关 问候以下一刻 哎 方小公子请的酒是还没喝上 就当你先设着呗 陪你走一趟又如何 啊 那就 谢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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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